你 只要你离开颂阳 这就算是对你的补偿 你这什么意思 张总 你女儿三年前的善举 给予我了帮助还有温暖 在这三年里 我一直在心里 默默地为救助过我的人祈祷 可这并不能成为你用钱 来肆意侮辱我的理由 我感谢你女儿 可是我恨你 我看不起你 我感谢 eBay 我感谢你 张女士 你等客人来吧 安小姐 请坐 小姐 请来您看点什么 你随便给我来点什么吧 随便啊 给他来杯卡布奇诺吧 好的 安小姐 叫我安静吧 好 安静 今天我这么冒昧地把你叫来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吧 对了 宋阳又回到我们公司上班了 你不反对吧 我怎么会反对呢 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 我很支持我男朋友的 太好了 宋阳其实一个很聪明 学什么都很快的男孩子 当然 这跟带他的人有关 安小姐 我可是经常手把手地教宋阳啊 张总 你到底什么意思 您就直说吧 小姐 你来咖啡 小姐 您的咖啡 很苦吧 这是地道的蓝参咖啡 这有糖和牛奶 可以加一点的 张总 您到底想说什么 自从上次你逼着宋阳辞职 自从上次你逼着宋阳辞职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很敏感的女孩 可你的敏感有没有察觉到宋阳的变化 什么变化 什么变化 她变得自信了 整个人都富有了激情 她就像一块干涸的海绵 疯狂地吸取着周边的水分 对于这些 你不觉得有危机感吗 我 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啊 我们从小在一起 感情一直很好的 是吗 可是宋阳现在拥有的一切 并不是你这个青梅竹马能给予他的 反过来说 你的存在 可能会让他失去这一切 这只是你一向情愿的认定 绝对不可能是宋阳的想法 如果不是他主动告诉我 压抑在心里里多年的苦涩 你觉得我会有闲工夫 去揣摩一个不重要的员工吗 你现在应该知道了 他对我现在是无话不谈 他对你 是越来越少的真话了 你现在应该知道了 其实男人 你越是不理他 他越追着你像兔子一样 你反过来要追着他 他就会落荒而逃 你的意思是 要我离开宋阳 聪明 你知道 天上不会掉馅饼 我凭什么要对一个 小打工仔这么好呢 你无耻 别那么冲动 坐下来慢慢说 这可是五星级大酒店 不要让人觉得 你这么没家教 我跟宋阳都是单身男女 你情我愿 既不违法也不违反道义 哪有什么名耻啊 我跟宋阳都是单身男女 你别痴心妄想了 宋阳 是不可能背叛我的 你太幼稚了 这只是你的想法 不过我也能理解 早恋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我都二十一岁了 已经超过法定结婚年龄了 瞧 还是幼稚了吧 在没有物质基础前谈恋爱 这都算是早恋 无论是男女 你身上的这条裙子 是在夜市上买的吧 你这浑身上下加起来 还抵不上 我这一瓶酒的价钱呢 我穿地摊货怎么了 我年轻 我漂亮 我穿什么都好看 你以为你长着一张漂亮的脸 和你这青春活力的身体 就能把男人拴住一辈子吗 宋阳现在缺的并不是青春靓丽 他缺的是通往上层社会的渠道和机会 你别用你这些俗气的歪力来影响 我不吃你这套 俗气 你以为你的清高就会写得你冰清玉洁吗 就算是你冰清玉洁 这些 宋阳也未必需要 更何况 你也不是那么冰清玉洁 如果你真的冰清玉洁 怎么会在婚前 去为男人堕胎呢 你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是是宋阳告诉你的 他怎么会告诉我这些 男人是不会记得这些事情的 你还记得三年前你公外孕大出血 差点死的事吗 在你最危难的时候 给你妹妹两千七百块钱 救了你一命的杨佳 是我的女儿 当然 那个时候她也是个大学生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钱 她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给她的 她在外面能做善事 也是源于我的言传身教 要这么说的话 救你一命的人 相当于是我 我真不知道 是该感谢你 还是该恨你 可既然您本性善良 又何必横刀夺爱呢 这是物尽天责自然淘汰 你知道 宋阳的命挺苦的 自想她父母就走了 她一心想出人头地 想让自己的爷爷奶奶过上好的日子 啊 刚才你进来的时候 看到门口有一个卖烤红薯的小伙子了吧 你想想 宋阳是愿意穿着名牌西装 和我坐在这五星级的大酒店里 听着优雅的钢琴 喝着英式下午茶呢 还是愿意跟你登着一辆 除了铃铛不响 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 去卖烤红薯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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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离开宋阳 这就算是对你的补偿 你这什么意思呢 张总 你女儿三年前的善举 给予我了帮助还有温暖 在这三年里 我一直在心里 默默地为救助过我的人祈祷 可这并不能成为你用钱 来肆意侮辱我的理由 我感谢你一边 可是我恨你 我看不起你 你